生活中任何事情的发生都离不开因缘果、汇聚 有缘必有因,无果必无缘,有因有缘必有果 对因缘果报有个了解 通过自己的举止行为 种如是因,得如是果 就可以掌控自己的人生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对于往昔的业障 要知道忏悔,改过 障碍自然就消了 就像在湖南一个医院里出现了男孩生孩子的事情 在我们的认知里 生孩子是只有女人才有的能力 男人怎么可能生孩子呢 还是说,前世的业障没有消除 今生要弥补回来 以下有这样一则故事 男孩名叫小华 发生这件事的时候是在2005年 小华当时到医院的时候 浑身颤抖 其实他在家中便已是一忍再忍 现如今是撑不住了才来的医院 因为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 实在是太匪夷所思了 此时颤颤巍巍的小华光走到门诊口 就好像用光了他全身的力气 旁边过来的医生看到他这个样子 心里一紧,不敢丝毫耽搁 抓紧为他检查 医生在为他检查的过程中发现了一样 他的神情有些不正常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导致这样腹痛难忍呢 与同龄人不同的是 小华的眼里缺少了16岁少年那样的朝气活力 他的眼神里充斥着排斥和无情 是那种对任何人都冰冷的目光 他的脸上的神情除了腹痛带来的痛苦 还充满了孤僻 给人一种好似要将全世界推开的感觉 依着人心 看到小华这样的神情 医生只好尽力安抚 没事的 我们是医生 你不用担心 我们一定给你好好检查 尽全力为你治疗 你不久就会没事的 在医生的劝说下 小华稍稍放松了戒心 因为小华说自己肚子疼痛 医生为了确认状况 准备为他检查腹部 在小华的同意下 医生掀开了小华肥大的衣服 在这掀开的一瞬间 眼前的景象让在场的医生目瞪口呆 医生在掀开小华衣服的一瞬间 映入眼帘的 是与小华身形和年龄不符的巨大的肚子 在医生看来 只有怀孕七到八个月的妇女 才会有这样的肚子呀 这明显超出了正常人的认知范围 医生因为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景 脸色露出了惊诧的表情 小华也因为自己巨大的肚子 暴露在这么多人眼前 再次开始闪躲抗拒 肥大的衣服被掀开 露出了自己与正常人的不同 但此时任何人在耳边的安慰 对小华来说都是对她的嘲笑 她已经受到了太多人异样的目光 太多人的嘲笑了 在经历了这么多后 她的心里已经变得极其脆弱敏感 所以她为了掩盖自己如怀孕的巨型肚子 穿上了肥大的衣服 但这一刻 她的内心最深处的羞耻 完完全全地暴露在陌生人的眼前 小华此时因为腹部带来的剧烈疼痛 已经站不稳了 医生看到这样的情况 认为小华的病不能再耽搁了 为了给她做更详细的检查 医生上前搀扶她 准备让她躺下 此时的小华身体上是抗拒的 但是因为腹部的疼痛 她已经没有力气了 她只好按照医生意思 一步步地挪动着 最后艰难地躺在了病床上 小华躺在病床上 死死地捂住了自己的肚子 因为她想拼尽全力 去掩盖她身体上的缺陷 医生为了更加详细地了解 小华的情况 用手开始小心翼翼触碰她的肚子 但是小华拼尽全力 去用手阻挡医生的检查 小华的行为也让医生 此时也犯了难 直到医生表示 只是为了给她做检查 能更好地了解你的病情 才能治好它 小华听到了医生这样说 才开始将自己的双手挪开 让医生开始检查了 随后医生开始用手指轻轻按压小华的肚子 并询问她是否疼痛 不管医生按压小华肚子的哪个地方 得到的答复都是疼痛 小华的父亲对医生说了 孩子因为肚子的问题呀 经常被人嘲笑说她怀孕了 有时自己也会因为这件事 跟别人发生冲突 医生立马说道 男孩子不可能怀孕 况且他才16岁 因为按照正常的生理学常识 男人身上并不具有怀孕的条件 所以小华怀孕的可能性马上就被否定了 可是事情真的像医生想的那么简单吗 小华肚子里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医生为了确定他肚子里到底是什么东西 决定给小华进行CT检查 小华在医生的搀扶下 艰难地从病床上爬起来 他已经因为疼痛说话 也开始变虚弱无力 CT的检查 影像显示出小华的肚子 有一个很大的囊种 在这块诡异的囊种上 还有着动物 才有的骨骼和牙齿 这个囊种有着清晰的面部 能看出鼻子和眼睛 像一个发育畸形的婴儿 这个结果让在场的医生感到震惊 因为按照正常的逻辑推测 人的身体中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东西 难道正如别人嘲笑的那样 小华怀孕了 为了能够彻底查明小华的病因啊 医院请来了省里的医学专家 一同探讨病情 其中有人猜测 这可能是他小时候 不小心吞下的东西留在了腹中 导致了病变 但被其他医生否定了 因为只有异物造成肠胃穿透 才会导致这种情况 穿透的伤害会带来严症的情况 但是严症造成的囊种会自行消退 还有的医生说 这可能是双胞胎中的一个 因为病变留在了他的体内 这种猜测呢 也不是没有道理 因为在之前就有过这样的病例 一时间众说纷纭 大家没了定论 因为无法确定病情 专家一时间没了办法 经过他们多次的开会研讨 他们认为事情并不是没有解决办法 专家经过对他病症的分析 一致认为 只有将这个东西取出来 才能确认这个东西是什么 看着疼痛难忍的小华 医生说了 他这个情况不能耽搁了 必须马上手术取出异物 要不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医生在家属的同意下 把小华推进了手术室 一场漫长的手术开始了 在手术的过程中 医生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这个怪异的东西已经发育了 甚至深处的组织紧密连接着小华的身体 医生认为 整个怪异的东西汲取了大部分营养 所以导致小华比同龄人看着更加瘦小 经过医生耐心地清理 这个诡异的东西终于被取了出来 他的模样吓到了在场的医生 这个从小华体内取出的如畸形婴儿的东西 上面竟然长着头发 甚至在他的脸上还长着几颗牙齿 细看呢 还有些像犬科动物的幼崽 这样的东西让在场的专家很是疑惑 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个东西 他们没有办法判断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虽说男子怀孕的可能几乎为零 但他们确确实实从小华的身体中 取出了一个婴儿 专家们仔细地观察了这个 形似畸形婴儿的东西 医生查阅了很多相关资料 之后 医生通过检查 终于给出了结论 这个形似婴儿的东西 其实是鸡胎瘤 经过医生的努力和小华父亲的照顾 没过多久 小华就康复了 经过这件事 小华也学会了积极向上 勇敢向前地面对生活 每个人来人间走一遭 都是来历劫的 有劫才能有痛苦 痛苦的种种会启动 我们去有探究苦和想离苦的 究竟的动力 但是 很多人都是在痛苦中迷茫 殊不知 每个人的一生 都是来历劫的 不是来享受的 有苦 才会有离苦的可能 所以 世间的所欲 真的没有什么好与不好的分别 有时候 遇到挫折 感觉痛苦对于我们来说 真的会是件有意义的事 因为 这不会让我们惶惶中日之后 面对死亡的大现实 彻底 在生活中 我们时常会用到 十八层地狱这个词 可是你知道吗 佛教中的十八层地狱 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阎王为地狱之首 属下的十八位判官分别主管 十八层地狱 所以拔折地狱是由阎王掌管的 十殿阎王 在西游记中 孙悟空一位老侯死去 伤心之下大闯地府 最后逼得十殿阎王出来迎接 而十殿阎罗也讲得十分明白 十八层地狱是由他们一起掌管的 佛教所指的十八层地狱并不是一层层的直到第十八层 地狱是不分层次的 而是按时间 受苦程度 区域大小来形容的 十八层地狱的层不是指空间的上下 而在于时间和刑法上的不同 尤其在时间之上 据十八尼离经记载 十八层地狱以受罪时间的长短 与罪行等级轻重而排列 每一地狱比前一地狱 增苦二十倍 增瘦一倍 若与人间的时间比较 第一层地狱是以人间的三千七百五十年为一年 三十日为一月 十二月为一年 这里的众生必须在此生活一万年 想要早死一天都不行 这一万岁就相当于阳间的一百三十五亿年 由于地狱的时间和寿命都是依次倍增的 所以 到了第十八层地狱 便以一亿一年为单位 如此长期的寿刑时间 可说是名符其实的万劫不复 痛苦和残酷的景象 是世人所难以想象和理解的 十八层地狱有哪十八层 犯什么罪会堕入十八层地狱 那里到底有多苦 一起了解一下 第一层 跋舌地狱 凡在世之人 挑拨离间 诽谤害人 有嘴滑舌 巧言相辨 说谎骗人 死后入拔舌地狱 小鬼掰开人嘴 用铁钳夹住舌头 生生拔下 飞一下拔下 而是拉长 慢拽后入剪刀地狱 铁树地狱 第二层 剪刀地狱 在阳间 在阳间 若妇人的丈夫不幸提前死去 他便守了寡 你若唆使他再嫁 或为他牵线搭桥 你死后就会被打入剪刀地狱 剪断食指 第三层 铁树地狱 凡在世时 离间骨肉 挑唆父子 兄弟 姐妹 夫妻不合之人 死后入铁树地狱 树上皆利刃 自后被皮下挑入 掉于铁树之上 第四层 涅净地狱 在阳世犯了罪 若不吐真情 或走通门路 上下打点 闷天过海 就算逃过惩罚 逃亡一生 也终有死期 到地府报到 打入涅净地狱 照此境而显罪状 后分别打入 不同地狱受罪 第五层 蒸笼地狱 有一种人 平日里家常里短 以讹传讹 陷害 诽谤他人 比如人们常说的 长蛇腹 这种人死后 则被打入蒸笼地狱 投入蒸笼里 蒸 不但如此 蒸过以后 冷风吹过 重塑人参 带入拔舌地狱 第六层 铜柱地狱 恶意纵火 或毁灭罪障 或报复 或犯火害命者 死后打入铜柱地狱 小鬼们扒光衣服 令其裸体抱住直径一米 高两米的铜柱 铜内燃炭火 不停鼓风 很快铜柱被烧得通红 第七层 刀山地狱 亵渎神灵者 不信没关系 不能亵渎 杀生者 别说杀人 生前杀过牛 马 猫 狗等生灵 犯以上二罪之意者 死后被打入刀山地狱 脱光衣物 令其赤身爬刀山 使其罪过轻重 或常驻于刀山 第八层 冰山地狱 凡谋害亲夫 与人通奸 恶意堕胎的支付 死后打入冰山地狱 令其脱光衣服 裸体爬冰山 还有赌博成性 不孝敬父母 不仁不义之人 令其裸体爬冰山 第九层 油锅地狱 卖淫嫖娼 盗贼抢劫 欺善凌弱 拐骗妇女儿童 诬告诽谤他人 谋占他人财产 欺视之人 死后打入油锅地狱 包光衣服投入热油锅内翻炸 有时罪孽深重之人 刚从冰山地狱里出来 又被小鬼押送到油锅地狱 此为上九层 即东地狱 水路全途中的下九层的西地狱 则更为残酷 第十层 牛坑地狱 这一层是为畜生深渊的地狱 凡在世之人随意诛杀牲畜 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们的痛苦纸上 那么 死后打入牛坑地狱 坑中树植野牛袭来 脚顶 题材据记载 与之相反的还有名为刀传地狱 为在此十八层之列 第十一层 石鸭地狱 在世之人 产下一婴儿 无论是何原因 如婴儿 天生呆傻 残疾 或因众男轻女等 将婴儿逆死 或抛弃 此种人死后 打入石鸭地狱 为一方形大石鸡 草 尚用绳索钓翼 与之大小相同的巨石 将人放入池中 用符砍断绳索 第十二层 充就地狱 此欲颇为稀奇 就是人在世时 如果你浪费粮食 糟蹋无骨 比如说 吃剩的酒席随意倒掉 或是不喜欢吃的东西 吃两口就扔掉 死后 将打入充就地狱 放入就内冲杀 稀奇的是 如果你吃饭的时候说话 特别是脏话 汇语 骂街 死后同样打入 充就地狱受罪 所以吃饭的时候 最好不要说话 特别是骂街 第十三层 血池地狱 凡不尊敬他人 不孝敬父母 不正直 歪门邪道之人 死后将入血池地狱 投入血池中受苦 第十四层 亡死地狱 所谓人身难得 如果不珍惜 去自杀 如割脉死 服毒死 上吊死等人 死后 入亡死牢狱 再也别想为人 故劝戒在世之人 即使遭遇再大的困难 也要顽强地活下去 自杀是懦弱的表现 特别是那些 殉情的年轻人 第十五层 折行地狱 现在不多见了 不过此罪过很大 急挖坟掘墓之人 死后将被打入 折行地狱 处折 这是一种酷刑 把肢体分裂 第十六层 火山地狱 这一层比较广泛 损公肥私 行贿受贿 偷鸡摸狗 抢劫钱财 放火之人 死后将被打入 火山地狱 被赶入火山之中 活烧而不死 另外还有贩界的和尚 道士等出家人 也被赶入火山之中 这层现在应该是 人满为患了 第十七层 石墨地狱 糟蹋无骨 贼人小偷 贪官污 欺压百姓之人死后 将被打入石墨地狱 墨成肉酱 且不断重塑人参 然后再磨 另外 吃荤的和尚 道士同入此狱 第十八层 刀具地狱 投工减料 欺上瞒下 拐幼妇女儿童 买卖不公之人 死后将被打入 刀具地狱 衣服扒光后 成大字形捆绑于四根木桩之上 自当部至头部 用具具毙 有的人怕下地狱 你仔细想想 不造地狱的阴下 什么地狱 只要从此不再怨恨别人 不再嫉妒别人 不再多愁善感 不再害人 不再自私自利 怎么会下地狱呢 害怕什么 就招来什么 害怕就有鬼 疑心魔所射 死亡只是换一件衣服而已 贪心吝啬厉害的 换成鬼道的衣服 好生气的 换成地狱的衣服 到地狱受罪去了 满脑子邪剑 天天不知为啥活着 吃完睡 睡完吃的 换成出生道的衣服 过出生生活去了 能够孝敬父母 持五戒 修拾善业做到中品的 又换成人的衣服 继续做人 修拾善业修得好的 又修肆无量心的 有一定的定会功夫 能够投胎到天上 享受的福报多一些 但还是轮回 等到他的福报享受到头了 又该轮回了 所以趁我们现在得到人参 就得赶紧积累成佛的音 得成佛的果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